Hello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又是我David 今次來跟大家說一下英國的生活狀況 今次跟大家說的主要是集中在住屋方面 醫食住行 但是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通常都會以住屋為之核心 因為在整個家庭的消費當中 都依然通常是說住屋方面是最大的洗費 所以也是說如果大家是由香港來的話 住屋這方面大家都是很關心的 那首先我給大家看一下一些資料 那這一個就是我家平時開支的資料來的 我縮小一點點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Sorry 好 不好意思 阻礙大家少許時間 那這個是我平均我自己個人 我們這個家庭的每月的生活費的一種計算來的 那因為很多朋友身邊的家人或朋友都會 都會 他們想來英國的時候都會問 平時我們的開銷是大約多少啊 那樣 因為他們看到很多網上的不同的報道 資料 都是很有出入的 所以他們都想知道實情更加是怎樣 因為 因為英國不同的地區那個差異其實是大的 尤其是如果你說 用我這個計算出來的生活費 去到倫敦是不可能的 但也去到一些三線城市來說 就會比較便宜 可以最多便宜20%左右 但如果去到一些二線城市 好像萬城 八明漢 愛丁堡 這些大一點的城市 就是二線的城市 那可能那個差價是由10%到20%左右 比我這個高的 那裏面的生活大概有多少呢 那就是有 食的費用 通常一個星期就會是 110磅左右 是每個星期 100磅左右 接著之後呢 買衣服 買衣服就是每個星期 大概100磅左右 接著之後呢 這些煤氣費 就每個月 是 電 sorry 電和煤費 加起來的就是100磅左右 就是因為你要開亂氣 所以就要用煤 還有 平時煮食 那電方面呢 有時候有些家人 他們是會用 電的暖爐的 所以 可能電費會比較貴 但是呢 兩樣東西合起來 都是100磅左右 一個月 就是我自己 水費呢 那就因人而異 因為有些地區 如果你租一間房子 是舊房子 的話呢 他們那個水費呢 是定了 是定額的 但是呢 如果新的房子的話呢 他們就會計標的 那 那 一般來說 我知道呢 如果是定額的水費 大概是360磅到380磅到一年 那 如果像我這些 這樣 計標的話呢 那我們家裡 就 一家四口 用得水比較多 因為又會在花園中菜 那 那通常 一年就390磅到 那我這裡計算呢 就 每個月就32磅半 那 還有呢 就是地稅 Council Tax 地稅就是給市政府的稅項來的 那 以我自己住在三房的 的半獨立屋 這樣來計算吧 那 就每個月呢 就167磅左右 就每個月給的 就給足10個月而已 有兩個月呢 就不用給的 那另外那些呢 就不想浪費大家太多時間去講 就是上網費呀 手機呀 那 那 值得留意的就是 車的保險費呢 我這邊是比較便宜的 是因為我個人的原因 因為人人都不同的 你駕駛的是什麼車呀 也都影響你的保費是要多少 大家應該清楚啦 所以這些是因人而異的 驗車40磅 每個都是這樣的價錢 如果你的車輪超過三年就要驗車的 你的車輪不超過三年就不需要驗車的 那這個車的Service 那我就有兩輛車啦 加上兩輛車是600磅左右 一年 那我去做Service 就比較便宜的 去回原廠 因為我是Ford 是開福特 還有喜亞 Kia 那有些人會更便宜 因為它會用一些普通街邊車行 它不會去回那些 那些 那些 代理商的車行 它會用普通那些 所以Service會便宜一些 但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們因為 車的牌子去回原廠 都是很實惠的 所以我們就去回原廠的 那路票 因為我們的車是 歐盟四期還是五期的油駕車 所以我們的路費是便宜的 就是30磅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其實車的出入 都可以很大的 你駕駛不同的車 會影響你的消費是多少 那所以大家 在英國最好買一些 環保的 便宜的油駕車 路費又便宜一點 又沒有那麼食油 那可能 譬如你買一些牌子的車 它做Service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電視牌照過的都差不多價錢 不用考慮了 屋保險 我就買了最基本的那種 就是打風塌屋 或者火災 那裏面 那些 那些 物資 不見了 被人偷 那樣 就不能賠 最便宜的那一種 那最重要 屋的供款 這樣我們月供呢 就大概1,050磅 左右 那所以呢 所有加起來 平均的 使用的話 一個月 400 800 800磅 不止 那其實應該 出入了 這條數 平均 我們的開銷 就是 2446磅 左右 所以 其實是 平常 他們那些人都說 英國的消費便宜 其實呢 便宜是便宜什麼呢 便宜在食方面 或者衣服都可以很便宜 但其實呢 一般你不能省的那些 那些 可能電費 煤氣費 水費 這些 是 不能便宜的了 以及 公屋 屋 你便宜不了多少 有時候 你公屋的 那些 呃 因為現在 英國的屋都已經 算是貴 但如果你說對比回香港 香港 你用這個價錢來公屋 基本上 可以這樣說 所以 你可以算到這條數 就是 可以給你節省到的 就是 一些 譬如上網費 手機費 啊 啊 車啊 那些 那些 你就可以節省到咯 那你煤啊 電那些 那些 所以 那就 就是這樣 啊 然後 下一次 再有機會 就跟大家說 細節一點的 就是說 吃東西 你怎樣買 英國的 食物的價錢 然後車子上 買送是多少錢呢 那 譬如買衣服啊 那樣 會幾大 開銷呢 那還有 行 就是車這方面 或者是 搭車方面 那就會說 吃飯 所以 會有 衣食住行 這四講 但是這次呢 就會先說 但是呢 就有點出貓 就說了大家 給大家聽我的 平均每月的消費是多少 因為呢 讓大家有一個了解 因為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一開始呢 就說 這個 這個 屋 那 一開始呢 很多朋友呢 他們來到呢 就是會選擇租屋先的 那 我都看到 在網上的影片 有些人介紹 他們說 不用理了 不用香港安排了 一次過坐飛機來 然後租了酒店 或者在香港安排的 就是租了酒店 才到地了 然後才找屋 這樣 這樣 會否會呢 其實我是有點懷疑 因為根據我自己 以前 幫人租屋 甚至是 或者自己 有處理過租屋的 問題的時候呢 發覺英國一般的情況 是這樣的 那下面呢 我又寫下了 可以 大家都可以留意 看看 這樣 就是說什麼呢 一般來說呢 你租屋呢 如果你經過中介 agency去租的話呢 那是 你剛剛下地 或者你拿著其他外國的passwalk 好像以BNO為例 你剛剛下機 你手上沒有任何 證明你自己身份的 無論是收入啊 你的 沒有固定的住址 各方面 其實是 構成很大的問題的 除非你是 願意給一些錢 去做depoxy 可能譬如說 一次過你給定一年的租金 但是你打算租一年的 人家可能會接受 但是同時呢 也會有些人未必會租給你 因為不知道你租來做什麼 在英國有些例子 就是 人家租一間屋回來 不是怕它破壞 而是 它利用那間屋來種大麻 做一些非法的活動 所以屋主是會很懷疑這些情形的 所以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經過中介 去租屋的話 一般中介 為了會保護屋主 它會做兩個措施 一個叫做 credit check 我在下面列了 另一個叫做 ID check ID check 就是去檢查你的身份 確認是否有真有其人 然後 對它有一個保障 因為 如果你是外地利人 你申請fisa 你租 那它不單是要你的passport 可能要你那張身份證 即是英國的 PRB 如果它有什麼事 它可以立即找到你 或者可以立即報警 提供你的身份資料 對它來說很保障 因為主要屋主很害怕 中介也不想承擔責任 所以它們會檢查得很緊的 對你的身份 如果你是外來人的話 另一方面 就叫credit check 就是信用的保證 檢查一下你有沒有銀行 你的收入 合不符的資格 負不不負擔得起一年的租金 其實它做credit check的時候 就是會把你的資料 發去一些信用保證 或者信用機構 信用評級的機構 去檢查一下你個人 看看你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 那很多時候以前我們 那些學生去租屋的時候 或者剛剛那些人出來做事 想租屋 都過不了這個credit check 因為很難過的 ID check你反而有機會過得到 但是credit check是很難過得到 對於外來人或者學生來說 所以呢 很多時候就是說 別人給的資料 有某些 影片看過 他們就說 你過了地下了地 然後才租 這樣 那就不要這麼大安置 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要看一看 有一個情形 你就可以下了地 然後才立即租 就是怎樣呢 你可以去這個網站 Gumtree的網站 Gumtree的網站 Gumtree網站通常都是一些 Gumtree是甚麼呢 就是一些 黃熱分類廣告的東西 就是那些人自己去 列些資料出來 這樣 所以是一個私人的模式 不是經過中介的 是屋主自己去放些資料上去 所以你經過Gumtree去聯絡那個人 他基本上就是屋主 那通常呢 如果你說很趕急地要去租屋 或者你說真的沒有辦法 要下了地才租屋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Gumtree去搜尋一些屋的資料 然後聯絡屋主 直接去租 通常呢 如無意外的話 屋主可能會要求你給三個月 或者六個月的按金 即六個月租 然後才會給你租 會比較容易些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經過Gumtree去租 通常用Gumtree去租的人 都是有些問題的了 屋主也都會知道 所以在Gumtree上面找屋的話 他的租價是會比平常你找Agent 或者上去Super那裏 那裏是貴的 那些屋主要 所以大家就要想這件事了 那還有 你有時候 如果你經過中屆 中屆過你的credit check 或者ID check 不過的時候 你都可以跟他deal的 你都可以問一下 你不如跟我問一下屋主 如果我丟下三個月 租 即是預付 或者六個月的租 看看屋主肯不肯 有時候這些情形是可以的 就是我以前幫學生租的屋的時候 就是知道 有試過是成功的 那所以呢 這個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這裏呢 上面就有一些租屋的 價錢的資料 那就是以我這裏 這個地區 Nexar 來做一個標準 因為為什麼呢 Nexar在英國來說 是 真的剛剛二線半城市 即是倫敦我不說了 倫敦這個是 另一個地區 我當它是另一個世界 OK 但是除了倫敦地區 以外整個英國 環顧整個英國來說 Nexar 是二線半城市 這樣的情形 就是它的東西全部呢 都是在英國的物價中間 譬如房價來說 或者是租租的價錢呢 都是在所有區域的中間 是平均地 譬如你會看回二線城市 都是比倫敦低 10至20% 所以倫敦的房屋價錢 和租價呢 都是在全英國的中間 的水平 剛剛好 再看回 如果你在金區 假設你找一房租屋的地方 大概的價錢是400磅至800磅左右 400磅其實因人而異 如果你租單位比較小 區域不太好 就會便宜一點 就是400磅 如果好一點的 需要高一點 就800磅 就是租一房 或者是室室 但是一般的情形 如果你租一房的單位 就是550磅左右 而一房的通常 是flat 就是單層的 就不是一個house 不是一間屋子 給你租的 那兩房的就是550磅到1000磅左右 那一般呢 兩房都是750磅左右 那兩房的是有house 有flat 兩部分都有的 但是兩部分呢 都是差不多價錢的 如果你租的話 這個是在金區找的價錢 就比較高的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正常的水平是1050磅左右 那另外你看回 Super的價錢 是真的 的而且比在金區上面找的 租價便宜很多 那我不再和大家 慢慢一個一個來講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那大家有機會就pause 這個 一會兒來看看 那個資料 那講完租屋之後呢 就 講回 這個 買屋的資料 那買屋來講的話呢 在Nexter 那屋的價錢呢 就是 如果你是買studio 或者一房的flat 通常一房和studio都是flat來的 沒有可能是一房的house的 不可以說沒有 但是很少機會會在市場上出現的 我暫時來講都沒見過 除非是那些人 將house 間開兩層 分開來買 分開兩層的話 都是flat來的 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 英國的flat 或者apartment 除非在某些 曼城的白銘漢 或者是倫敦的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沒有電梯的 都是要硬樓梯的 所以大家要預期 就是說 如果你去扶仔買flat 就是沒有高樓大廈的 要硬樓梯 如果層數比較高 就會比較辛苦 沒有租地買也好 OK 這樣說回 這個買屋的studio來說 OK 那說回 買屋來說的話 studio和一房的 大概六萬磅 到二十萬磅都有 如果你說理想好一點的話 就是 十一萬到十二萬磅左右 所謂的理想好一點就是 例如說 單位比較闊落一點 或者是環境好一點 不是說這麼窄的區域 這樣 但一般來說 這些studio和一房的單位 會比較集中在一些地方的市中心 而市中心來說 其實它一般的治安 都不太理想 比較外圍的地方 那個治安會比較理想 兩房的博物 八萬五千磅左右 最貴的可以去到三十五萬磅 三十五萬磅 這個區域是一些單層的房子 我們稱它為賓家路 比較大 而且不用走樓梯的單位 理想一點的 Fat就是有十二萬五千磅 如果房子的話 就是十七萬五千磅 所謂理想好一點 不是說絕對是很好的房子 但是就是 性價比來說是值得的 可能說 對於區域來說 和治安環境 屋的大小來說 比較理想的就是這個價錢 就是最低的要求 那三房的單位 有Fat的 Fat的就是 說十二萬左右 然後去到最高 有五十萬的 是很大的單位 連同很大的花園 就是house 那如果你想一點的房子的話 你想便宜一點的話 我可以買一些Terence House Terence House 就是十七萬五千磅 Terence House 就是一些牌屋 就是你左右兩邊 都有屋夾住你的 這些位置的牌屋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給大家看 牌屋是怎樣的樣子 那我可以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這一種就是牌屋 那兩邊都有些屋夾住的 那可能大家如果有留意 英國樓市的話 都應該會大概清楚是怎樣的 這些就是英國以前二戰之後 那些軍人沒有地方住 政府給他們安置他們的牌屋 所以呢 是比較便宜 但是呢 未必說這些屋 是一定會在雜物區的 有些好的區裡面 都有這些Terence House 那就是看情形的 那一般來說 這些Terence House 是對於物業投資來說 比較受歡迎的 因為他們是容易租出 賣回來又比較便宜 那至於投資方面 我今天不說 下一次有機會 將來我可能會找其他 會做物業投資的人去講解一下 那另外呢 Fat就是這些 三層高 或者三四層高 的大廈裡面 的某一個單位 這樣 那有時候 Fat不代表他小的 有時候可能一房的單位 都可以很大的 給大家看看 那些圖 其實很實用 很大 你比香港的單位是大的 可能有時候 他一個單位 一房 兩房的單位 已經是等於一間 House的單位 分別就是他沒有花園 和他通常你Fat那些 密集度比較高 那你不知道旁邊左右 是住什麼人 那可能會影響 裡面的治安 或者整個區裡面的治安 所以Fat 除了因為有些特別需要的人 會住之外 一般的家庭未必會住 所謂的特別需要 可能他是職業人士 或者暫住的性質 通常現在特別的 就是會租給一些學生 這些Fat 那然後呢 獨立屋我不說 半獨立屋 Semi Detached 的意思就是 兩間屋 是黏在一起的 兩間屋黏在一起的 才叫做Semi 這才是正確的說法 如果是排屋 去到尾那一間 單邊的 他就不是Semi 他也算是 英文上 叫Terran South 那他的價錢 都不會有這些 兩間合在一起的 半獨立屋 便宜的 即是不會便宜 這些是會貴一點的 Semi 無論外面的屋價 或者升級的能力 都好 OK 那 回到這個 買屋的圖表 好 糟了 這次又會 過分 不理了 OK 那 貸款的資料 這很重要 那我看過一個 影片裡面 就說到 BNO那些人 好不可以貸款呢 那 剛剛好奇之下 都問過一個 貸款的 顧問 我們叫做 Mortgage Booker 貸款的顧問 那他就是 有很多銀行 不同銀行的資料 跟著 他收集到的資料 他會 放給 一些銀行去問 銀行借不借的 會幫你計算好些數 那他在手樓上 有很多 不同的銀行 貸款公司 可以幫你籌謀 幫你找到 就是 幫你找到 一間貸款公司 是借錢給你的 那我問過他 他說 BNO的人 借不借到錢呢 一般來說 他說 外來的人 來到英國的話 可以借到錢 尤其是 你BNO 那樣 都是一個 定居的 身份 但是他說 前提就是 這樣的 都是 例牌賽 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三個月的 工資單 去證明你的收入 還有要有這些資料 他才會借到給你 有些人都會說 可不可以在香港 在銀行借呢 那我不清楚 因為曾經以前 有一位朋友 他試過想在英國 投資房地產 買一間房子回來 然後打算收租 他試過來到英國 去問貸款公司 問貸款顧問 答覆是說 不行 因為你做事的地方 因為香港是香港 所以我們 無法批准你的收入 所以借不到給你 而他的身份 是 BTC 即是英國公民 後來他又回到香港 去問銀行 借不借到呢 香港那邊銀行就說 對不起 借不到 因為 如果將來有什麼事 你還不起錢 我們收樓的時候 在英國內 我們收不到樓 雖然 他問銀行 在英國是有分行的 即是 某一些大行 英國是有總報 那些 但是因為 對於他來說 是不同的地區 收樓方面 或者核實這個 貸款身份 或者收入 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就不成功的 所以呢 我就不知道 大家 有沒有辦法在香港 借到錢 過來英國這邊賣樓 或者是一來到 沒有收入證明的情況下 就 太不太多款 這個我不知道 如果有成功過案 或者有人知道 那個情形的話 真是 麻煩大家通知我 那我可以和其他的朋友 分享一下 幫到其他人 那一般的情形呢 我問過 一個貸款顧問 那他就說 禮拜賽呢 就要有收入證明 稅單 銀行單 ID 就是你的passport 和你的身份證 證明你的身份 水電煤單 就是因為他要核實你 目前有固定的住址 才貸款到給你 單位工資單 說了 還有 最後他會 要你做一個 生活消費的計算表 就是剛才我 最初給大家看過一份 就是說 你平時 整個家庭 這一戶人 的消費 然後他就會計算 你消費了多少 你的收入多少 就是收入減消費 剩下多少錢 來去評定你 究竟有沒有能力去還款 這樣 那 然後你借到多少錢 就有幾個元素 去考慮的 就是你的收入 你的年紀 因為如果你太老了 你借20年 你已經60歲 銀行會覺得很險 這樣 那所以年齡 也是一個貸款 借不借給你 還有借到多少的因素 還有貸款年期 你打算借多少年 還有你給了多少首期 跟香港一樣 利率 借貸 就是說如果你給的 Deposit 是給的少的 或者之前你的收入 是比較低的 你想借多些錢 利率會比較高 還有你目前 你有沒有借其他錢 什麼意思呢 借其他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能你 你有沒有 要加減數 會影響你的收入 因為你要多一份支出 特別是 以前有 貸款的顧問 跟我說 你貸款的時候 有沒有 供車 如果你供車 的話 銀行是沒有那麼容易借錢 給你的 或者就算借給你的 會少了很多 會借銷很多給你的 那大家就要考慮這個因素 兩個方面 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英國的貸款 有幾種不同的貸款 有Fixed Rate Mortgage 定額的貸款 就是說 它借錢給你 頭過幾年時間 會用一個比較低的利率 固定了 它不會收多你 也不會收少你 如果你說 最近英國 那個經濟不太好 英國的銀行 英倫銀行 就把資料減低 那它都不會減低 因為你已經是 固定了 跟銀行協議了 那這些固定的利率的貸款 適合什麼人呢 那時候我去買這間房子的時候 我就選了五年的固定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們都怕 經濟不太好 會不會突然間沒有東西做 或者影響了一些收入 那到時候 如果我要捱貴息 那時候很麻煩 然後我想再去 remortgage 再去重新貸款 找另一間銀行的話 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怕到時候沒有東西做 它就不會批給你 所以我們就fix了比較長的 那如果你fix了比較長的話 那初頭那五年的利率呢 是會 比起你fix一年 或者fix兩年是貴的 但是呢 那個fix的初頭那幾年 也會便宜過一般 不是fix的利率 除非你經濟很差的時候 那好像現在這樣 我就虧了 因為現在經濟不好 疫情大受打擊 英銀行調到的息口最低 那變成我是給多了息口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standard variable rate 就是說 那個息口不固定的 就根據市場走 英銀行公佈什麼息口 那些銀行就參加一個息口 而去浮動價這樣 那就是一般的借貸的利率 另外呢 借貸呢 也是有兩種的 有一種叫repayment repayment就是說 你還款的時候呢 是會還一個利息 加上那個 房子的 本身的價錢的 即是是年本帶你還的 你不是說只是還一個息口 另一種呢 就叫interest lonely 就是只是還一個息口而已 你不還房子本身的價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呢 因為有些人 他可能 他純粹去買房子回來呢 就是打算自住 也沒有想過 說會將來賣回去 賺了多少錢 就純粹當租房子 這樣 所以你是可以拖場來給 然後呢 好像只是給個息口 這樣 然後便宜租房子 這樣 就是這樣的情形 但是呢 當然啦 他首先首要的 就是要有一個首期 這樣 他給了一個首期 之後就當便宜價這樣租 那有人是這樣做的 我懂得都 那就 OK啦 那再說回呢 有些 朋友都會問究竟 啊 啊 是 sorry 不好意思啊 那說回 做事要連貫 說話都要連貫的 那就不要miss了這一部分了 那 好啦 說到這個貸款的時候 呢 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 你怎樣能夠去計到你 借到多少錢 啊 還有利率是多少呢 那我個人本身呢 就是 可以建議大家用這個網站的 就叫做R&C的 Mortgage Company 他真是Mortgage Company 他不是只是幫你計的數 但是他 他裡面有個系統是很好用的 就是可以即時幫你計到 那些情形 還有他是連結了其他 英國銀行的 系統的 所以他即時性可以給你 資料 但是 如果你真的到時要去貸款 要去買樓的時候呢 就 我建議大家不要用這個網站 因為我不是在推銷這個網站 也不建議大家到時真的借的時候呢 就用這個網站 到時你真的借的時候呢 可以根據這個資料 去找其他貸款公司 一定會給這個便宜的 但是這個網站好的地方 就可以讓這個概念知道 你大概可以借到多少 拿著這些資料去跟其他的貸款顧問說 看看他能否找到更加便宜的給你 可以給到一個很充實的概念給大家 所以這個網站不是很好用的 也都建議大家 真的借的時候 再三提醒 不要問這間公司借 但是可以 看一看 資料 找他的System來計算一下 OK 所以呢 幫他買廣告之餘 這次是拆他台 大家不好意思 也都不要爆響口 因為到時這間公司就告我了 OK 那首先 如果你要做一個計算 你就看一下 你是在做 重新的按揭 還是你第一次買一層樓 或者是獨立單獨買一層樓 不是remortgage 那這次呢 我就按 我就用這個 Buy a property 先 那我按了這個 Buy a property 然後他就會問你一些問題 就說 咦 Sorry 你剛剛 OK 系統有些問題 OK 那就是 你按了之後 他就會問你幾個問題 就說 你是不是買屋 還是 你是remortgage 以及你是自用 還是 你是用來做 這個 租給人 來收租的 即是投資的 那我就自用了 按了這些資料 你有沒有offer 即是說 你有沒有看中的樓 跟著那個屋主 已經跟你傾談了價錢 那就叫做Accept Offer 那 next 我要儘快 因為不想拖大家 打開時間 免得大家太悶 每次都overrun OK 名字 ABC 首先要打完這些資料 他才會 出個系統 給你計算 那我就很快 出地 隨便打些資料 來欺騙他 先 OK 有什麼人借 OK 我就說 只有我一個人借 是不是第一次買 No 不是第一次買 OK 這個重要 房子值多少錢呢 假設我要看房子是24萬磅的 那我打算借多少呢 我打算借21萬磅 那 就給 3萬磅的 Deposit How many years OK 我打算借25年的 我每年收入多少 有人跟我說過 說收入低過21 21,000磅一年的話 銀行是不借的 但是呢 我一展示給大家看 我現在打 一年收入2萬磅 他就說 他就說 不行 看來你的情形 是未必借到這麼多錢 這樣 OK 那我不管他 我再按 我是要repayment的 說了 是英國的 Main Residence 之後你會看到旁邊 他會給你所有資料 告訴你 是借不借到衰 你是填了資料 就看到了 那我就不再 run through 他 那我就 給大家看一下 他現在告訴我 根據我給他的資料 如果我是 每年收入 2萬磅的 那我大概是可以借到 10萬磅的 貸款 那 Based on a mortgage 21萬 就是說如果我是打算買一間 21萬的話 我只是貸到這些錢 另外那 110萬 不是 11萬 sorry 11萬磅 你就自己想辦法去解決 這樣 那因為我填的資料 我填了五年fix 如果我五年fix的話 利率是多少呢 那他就告訴我 是2.39的 每個月就要付這麼多的貸款 如果我是借 10萬磅的話 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就很好用 另外有其他的 option 給你選擇 這樣 那 ok 如果我是這樣 我就看回 我借這裡 那我再去 改變裡面的資料 那我就說 我賣 20 4萬磅的 那我現在我給 17萬磅 ok 大概三成左右 的 deposit 那我就告訴他 我 三 萬六千磅一年 咦 啊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 這個數字 我改變了 如果我告訴他 我是賺 三萬六千磅一年 那我就達成目標了 那我就可以借到 最高是借到 18萬 啊 18萬 是 18萬磅 的 的貸款 那 高出 我原本的預期 那是 給三成的 的 deposit 那每月月供多少 利息多少 你看到 那利息又會低了 但是之後 這個呢 就是首五年的利息 或者首二年 他說跌三個兩年 但是之後呢 就要給這個 這個 那貸款呢 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叫做 L&C Mortgage 那我 我會在 我的 description 裏面呢 和大家分享這個 的 網站的link 同時間呢 同時呢 就是 啊 同一說 就是 我一般來說 我去看 房子的資料呢 我是會用 這個 這個 Super的 我就 不會用 Waymove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喜歡用 Waymove 我喜歡用Super的 那 那個價錢呢 就給了大家 還有 貸款的資料 貸款的 的 計算的 網站 大家知道 希望幫到大家 最後呢 就跟大家說回 有些朋友問過 Lestat 究竟 哪個 李斯特 這個地方 有什麼地區 是好些呢 這樣 喏 第一個 就是OB 第二個 就是Bushby 這兩個地方 其實呢 就是 讀書 小學 就不同 校區 但是去到中學的時候呢 就同一個校區來的 那 OB 如果你在Lestat裡面的人呢 就會知道 OB 是很多人 都一聽到就知道 讀書校區很好的 那 智光都很好的地方 Bushby 比較鄉村 比較小的村落的地方 但是我個人來說呢 我就喜歡 Bushby 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漂亮的 他那個地方 但是呢 學校的選擇不多 但是 他好像只有兩間小學 而已 兩間小學都不錯 因為中上 不會特別好 但是他 到時候中學派位的時候呢 也都是會去回 OB同一間中學的 順大家提 有一點呢 就是想跟大家說回 我在網上 又是見到另外一個 資料 哪一段時間 小孩來英國 讀工立學校最好呢 有些 他第一點是對的 就是說 來 開學 學前班 之前那一年 三歲 三歲 最問九月 要進來 英國住 這樣 他說得對的 但是他就說 如果要入中學的小孩 那怎麼辦呢 他就說 不是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來 然後來到 讀一年剛剛好 就升 中學的 這樣 這個說法是錯的 因為之前跟大家說了 英國的學校 公營學校 大部分 絕大部分 是差不多九十個百分 或者甚至九十九個百分 很誇張的 總之 是沒有位的 是爆的 每個爭位 爭得很厲害的 學位 跟香港的情況差不多 因為又有卡高學 跟香港 英國就沒有 但是在英國外來移民很多 爭得很厲害 經常都說不夠學位的 有時候 如果 那幾年的學位競爭得太厲害 那些人沒有學位的時候 通常 那些中學 他就會 有一個條件會設定出來 以前 在Lexha的中學也試過 就是 講到明說 如果你要入這間中學 派去這間中學的話 那個條件 首輪的條件就是說 你要在那個地區 住滿兩年 要在那個地區住滿兩年之後 你才可以 比別人更高的比率 派去那間學校 如果那間學校 是超雅修身的話 要在那個地區住滿兩年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 就不是六年級的時候來 如果你是要確定的話 你就要搜尋回那個 中學的資料 看看他有沒有這一條條款 因為有些中學真的很緊 他就說你要住滿兩年 有些中學不是的 不是說 你要在那個地區住滿兩年 而是他要求 你要在他的合約小學 或者是這個合作的小學 裡面讀書 讀夠兩年 然後他才會 給你更加高的機會 去進入他一學校 就是說 怎樣呢 第一個就是 你要在那個區住滿兩年 第二個會出現的情形就是 你的小朋友要在那間聯合的小學 讀夠兩年 即是 變成你要在 四年級或者五年級的時候 就應該要來 但是 現在 上兩年 就比較緊張一點 學位 應該很厲害 我講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那就 撤銷了這一點 那就是 純粹是 最 最有機會進入的 就是 住在同區的 學區的 和 這個 有聯繫的小學裡面 就讀的 那就是大家要看 查回那個 你想去那個區 那個中學 網站的資料 他會有的 他會有提及 說 究竟他修身的 細質是怎樣的 那 另外呢 就是 Nexa 其他比較好的區 會有些什麼呢 有西斯頓 挺好的環境 那學區 就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 Geyond OK 的 Braby 也都同樣 那 Geyond 會比較好 但是 校區 是中等水平 但是中學 就不行了 但是住就OK的 那有Western Western 就是 他現在給你選 去哪間中學的 有兩個中學 給你選 一間沒有一間 一間是很遠的 要坐巴士 坐半個小時 巴士 或者九個字的巴士 去到另外一個 浮的 中學 那 那大間中學是好的 那就是下面 這裏的 中學是挺好的 那 Western 的小學 也是很好的 那 另外呢 比較遠一點的地區 就是來 Lessert 遠一點的地區 大概開車 20分鐘到半個小時 左右的地區 Litterwood 是很好的 中學友 另外就是 Market Bosworth Market Bosworth 那間學校 是整個 Lesserser 里斯特郡 最好的中學 就是在Market Bosworth 所以 挺好的 居住的環境也是 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 不經不覺 說說說說 突然間 好像說了很久 說了整個 二十幾分鐘 不止 又是 唉 零頭 不好意思 那希望呢 下次呢 就跟大家說回 短一點 還有呢 說回其他 例如 食啊 癢啊 還有這方面的 生活的資訊 和消費資訊 那大家 可以清楚英國的環境 和消費水平 是多少 那 今次的時間呢 是這麼多 那 非常 感謝大家的收看 也都是 有很好的 叫做 反應 也都是 感覺到 幫到人是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繼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真的 不要介意 隨便去問 幫到大家的 就幫到大家 這樣 幫不到都盡量搜尋 搜尋資料給大家 那 希望呢 大家都能夠盡好準備 迎接大家 一個愉快的 新生活 好 今天的時間 是這麼多 Thank you 大家的收看 拜拜